- 雪铁龍Bringo短軸版終於上市了 - 而且這次還多的全景天窗版 - 但對比強勁對手像福特旅玩家或是福斯的Catty Messi - 在Bringo五人座的全景天窗版短軸的有什麼優勢嗎? - 帶你來看 - 今天要幫你介紹這一台就是雪铁龍最新的Bringo - 最新的Bringo - 短軸五人版的全景天窗版 - 非常流線的這個場徽設計 - 搭配雙層式的上方是日行燈 - 下方則是自動的起閉大燈 - 不過缺點是這個大燈本身還是魯素的 - 蠻可惜的 - 下方一樣是有這個跳色的設計 - 因為這次引進的是最新的短軸版 - 所以呢它的車長一口氣短了35公分 - 車位少了35公分 - 而且它的軸距呢 - 也少了19公分 - 車長也變成只有4米4 - 讓你停車更好停 - 它的車高還是超過了1米8 - 車寬呢 - 同樣是來到了1米8 - 所以呢如果你家裡是機械停車位 - 要停車的時候呢 - 要格外特別的小心 - 原本是非常功能性的防刮材質 - 但是呢雪铁龍設計成為這個Airbomb - 而且還有跳色設計 - 鋼琴烤漆的後照鏡 - 上方這裡呢 - 則是一個流懸非標式的車頂架 - 它的鋁圈配置呢 - 則是16吋的 - 就不像最頂級的XTR版本呢 - 搭載17吋的 - 後面的尾箱門有正常的開啟之外呢 - 這個玻璃可以單獨的開啟 - 當你今天要拿一些比較輕的行李的話呢 - 而且它這個雙層隔板 - 行李放在上面 - 你可以直接開啟這個玻璃尾箱門就好 - 標準容積 - 後面第二排沒有傾倒狀況之下呢 - 它是可以來到1355公升 - 如果說呢 - 把這個椅子呢 - 完全的放倒的話呢 - 它是可以來到了3000公升 - 那如果說你再把副首席放倒的話呢 - 可以額外再爭取500公升的空間 - 如果今天是露營的話 - 後車箱門打開 - 加個車尾障 - 上方全景天窗可以透氣 - 這邊呢 - 還有非常棒的這個植物箱 - 而且它這個地方呢 - 也算是非常的夠平整 - 所以這台車Blingo - 很多這個露營的愛好者呢 - 都選擇這一台 - 但如果今天買的是短軸七人版的話呢 - 這個地方呢 - 它跟七人座 - 長軸版不一樣是 - 它不能夠滑影 - 而且呢 - 如果加了第三排的椅子 - 後面植物空間就沒有這麼大囉 - 這是正常行李箱的高度 - 你可以把它降到第二層去 - 下面呢 - 可以放一層行李 - 上面再放第二層就比較不會浪費空間 - 置頂式的行李箱呢 - 它可以耐重10公斤以上 - 這是非常驚人的 - 而且 - 它不只 - 後面可以這樣子像飛機一樣 - 開啟 - 你從後面拿 - 還是要從前面這邊拿 - 都是非常方便的 - 這邊呢 - 兩個小抽屜門 - 搭配上面這個 - 摩托Top的全景天窗 - 以及這個非常特別的置物箱 - 你看 - 如果你放東西在這邊的話呢 - 你可以看得到 - 而且這個設計 - 還有包含了上面的這個閱讀燈呢 - 簡直就跟空中巴士Airbus的感覺 - 非常類似 - 這個我很喜歡 - 它是整個會往下陷下去的 - 爭取後面的行李箱空間呢 - 可以達到完全的平整 - 而且呢 - 它後面的椅子這裡呢 - 三張座椅 - 所以它有三組的Isofix - 三個都有 - 如果以成年男性來講 - 一二還有我做這個座椅呢 - 稍微肩膀會有點 - 磨肩擦腫的感覺啦 - 最新的二三年式喔 - 它配的都是這個 - 上面織布 - 下面這個類似絨布 - 中間有白色條紋 - 這個看起來 - 非常立體 - 非常有那種戶外交油的感覺 - 發現這個新年式 - 二三年式喔 - 這一個 - 餐桌本身比較不會像之前一樣 - 一放重整個線下去 - 它的耐重程度有提升喔 - 表示呢 - 雪鐵龍本身呢 - 都有進行改良 - 在第二排的後座底下 - 原本這裡呢 - 應該有個地窖的行李箱 - 但是呢 - 新年式取消的 - 我覺得這個蠻可惜的 - 因為那個地窖行李箱呢 - 可以讓老公呢 - 在下面這個地窖呢 - 藏他的私房錢 - 它有手動的遮陽簾 - 這個非常實用 - 比起一些它同級車裡面呢 - 只能夠有個小拉門 - 小滑門 - 開一半的 - 它則是 - 電動的後門 - 窗戶 - 不過今天這台車呢 - 它不是XTR頂級版本 - 所以它裡面呢 - 主要的配色 - 都是黑色的設計 - 椅子本身呢 - 它也是全手動的調整 - 不過這裡喔 - 它有個神秘的置物空間 - 這個地方呢 - 甚至放三瓶水 - 兩瓶水都沒有問題 - 而它的置杯架呢 - 也在上方這裡 - 不過呢 - 有時候呢 - 夏天的陽光照射 - 如果你這邊放一個咖啡罐的話 - 可能會幫它加熱 - 如果這個杯架 - 能夠設計在下面 - 那就更好 - 畢竟它的中船這裡呢 - 非常的空曠 - 但是呢 - 它只有這個 - 轉盤式的排檔座 - 以及電子手刹車引擎啟動鈕 - 那這裡有個人很好奇的是 - 剛剛講的真正的杯架在這裡 - 但中船這裡這個圓圈圈到底是什麼 - 難道是讓你放養樂多的杯架嗎 - 其實不是的 - 因為在法國當地呢 - 還有一個所謂的控制Grip的轉盤 - 但是呢 - 台灣版本並沒有 - 因此這裡就額外多出了 - 這樣子一個圓圈圈的空格 - 它中間這個Model Top的這個置物空間呢 - 它是有氣氛燈的設計喔 - 晚上的時候呢 - 整個全岸狀況之下呢 - 上方有氣氛燈 - 這個質感倍增 - 非常非常的加分 - 而且上面是真的可以放東西的 - 不是設計感的 - 也是一個置物空間 - 連同上方這裡 - 也是一個置物空間 - 代車它撥桿在後面之外 - 它的ACC跟車可以跟車煞車到零 - 但是呢 - 起步必須要30公里以上 - 所以它不是全速域的ACC - 再加上它只有車道的偏移警示 - 以及車道的偏移輔助 - 它並沒有車道之中 - 所以這台車不是LV2的半自動駕駛 - 這個大家去選擇的時候呢 - 特別注意一下 - 接下來感受一下這個最新的Blingo - 短軸五輪的全景天窗版 - 第一個感受呢 - 我先要講一下大家對於一些 - 這種休旅車MPV的迷思 - 總覺得這種車會不會是太過商用化的底盤 - 坐起來很不舒服很跳啊 - 但是我覺得雪鐵龍呢 - 它對於避震器的阻尼真的有它獨到之處 - 像是它老大哥C5 Aircross - 那個雙回路的阻尼 - 讓它開起來有魔毯懸吊的感覺 - 就算不是氣壓懸吊 - 而這台Blingo呢 - 我覺得它避震器的阻尼呢 - 也把碎震隔絕得非常的好 - 簡直一句話 - 它開起來的底盤的回彈感覺 - 跟SUV跟一般的轎車沒有兩樣 - 而且它處理碎震的感覺真的是非常好 - 當你今天來到一個宰相 - 比如這樣子 - 我們打方向的燈準備要回轉 - 它的回轉半徑呢 - 從5.76公尺 - 那個長軸板的回轉半徑 - 變成了5.4公尺 - 也就是說呢 - 這台車 - 它車長只有4米4 - 而且回轉半徑呢 - 等於是 - 繞大圈跟繞小圈 - 所以這個短軸板 - 我個人覺得更加適合台灣來使用 - 非常新雪鐵龍的DV5的1.5的柴油渦輪增壓引擎 - 雖然說表面上呢 - 它的馬力只有130p - 扭力只有30.6公尺 - 但是這一顆引擎 - 是雪鐵龍跟福特合作的 - 它有個非常特別的設計 - 叫做油浸正石皮帶 - 法國人雪鐵龍 - 它是願意創新的 - 再來是這台車呢 - 雖然說車重來到了1596公斤 - 但是呢 - 柴油渦輪增壓引擎 - 它平均油耗 - 一公升也可以跑到19.9 - 而今天我的實測 - 包含了高速市區山路 - 目前的實測油耗一公升 - 真實油耗 - 仍然可以跑出15.3公里 - 算是相當相當的省 - 所以今天這台車 - 不管你是要買來商業用途 - 接客人到機場去 - 或是全家人要出遊 - 或是平常時候呢 - 這個行難 - 潮難 - 要開車去露營 - Blingo - 尤其是這一台 - 最新的短軸五人版的 - 全景天窗版 - 128萬9這個價格 - 我覺得非常非常合理 - 非常非常划算 - 接下來感受一下這個Blingo呢 - 五人短軸版 - 全景天窗版的感受 - 這台第二排呢 - 有天窗沒天窗 - 真的差別非常的大 - 而且Blingo呢 - 這個Motor Type全景天窗的面積非常大 - 雖然說它不可開啟 - 但採光非常好 - 如果今天呢 - 是好天氣的話呢 - 上面陽光照射下來 - 哇 還是有一種 - 在黃金海岸的感覺 - 如果到晚上的時候呢 - 中間這裡呢 - 還有氣氛燈都透下來 - 所以有天窗跟沒天窗 - 對於第二排有優避感的差別非常大 - 因為這台車呢 - 它的椅面稍微短一點 - 而且椅背也略形垂直 - 加上不能調整 - 所以有一種正經為座的感覺 - 加上後面第二排也是三個人做的設計 - 如果今天做了三個男生 - 我們可能肩膀都要摩在一起了 - 這是第二排的小缺點 - 但至少一些舒適性的配備它都有 - 譬如說呢 - 它有手動的遮阳面 - 加上呢 - 它旁邊呢 - 是電動窗可以開啟 - 這比起同級對手都好不想過 - 很多對手是呢 - 第二排這個窗戶根本不能開 - 或是直接是用手扒門 - 開一個小小的洞 - 但Blingo本身 - 它是直接可以開到這麼下面 - 這個都是呢 - 髮型車邊的設計不一樣的地方 - 但如果後座這裡 - 椅子本身的設計能夠再棒一點 - 相對之下呢 - 今天台的Blingo的 - 軟軸軸鐵裝板 - 會更加的樂觀 - 中天嚴選商品真的是很讚 - 我告訴你 - 我自己的年終獎金都花了不少 - 全部都是在中天快點購來選購的 - 而記得喔 - 如果要很棒很讚的優惠的話呢 - 記得要輸入素人士這首小豬 - CTI555的代碼 - 才能夠有非常棒的折扣喔 - 真的啦 - 買了啦 - 中天快能夠趕快上去買喔 - 每週一週五晚間9點 -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- 每週三套餐飲料 -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-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、點閱、分享 - 開啟小鈴鐺喔 - 開啟小鈴鐺 - 期待不及的一堆